手游酷玩 火神是一个重招 他作为重招 其实本身带有护盾 而且上面率较高 但是其实他本身输出能力也是不少的 他输出最大的问题在于射程比较短 然后伤害来的比较慢 他是属于那种 就是一直打下去才有伤害 就是说明他本身的坦度400血 他本身的这个400血 其实相当于为他的输出提供了一系列的环件 那么火神的两个技能 一个是扔燃烧弹 扔出去之后就类似于手雷 在一个区域会着火 然后叠加伤害 然后大招会举一个盾 然后在盾范围内的敌人会持续掉血 这也是火神作为重招 我个人认为最 怎么说就是最优秀的一个技能 就是他的大招 他的大招会格挡前面所有的伤害 然后后面队友也不会受到伤害 并且会提供一个稳定的输出 但是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 火神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这个被动 火神的被动 火神在被击倒时会 就是会怎么说自杀 自杀会自爆 这个地方我跟对面火神 我俩祸了 这个有点有意思了 这个火神在被击倒之后呢 会自爆 所以说你作为一个重招 你直接冲到对面的这个脸上 你的队友只要是跟你的话 一定会 等会 一定会给我们这个 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这个稳定的输出 然后给队友一个保护 这样的话还是可以稳定 击杀这个对面死底位 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 火神最恶心的一点 在于他会限制地形 因为很多这个CV 它是不可能 它是不可能一直在这个火上给你输出的 我觉得大家知道吧 这个你玩CV的话 就比如说你玩射手 你玩狙击手 你玩指挥管 或者是默感 或者是幽灵 都可以 狙击手 就是现在定位还是很多 但是一旦火神 向你扔出这个燃烧弹 然后他举个大招在你面前 你无论是什么东西 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 除非你要他的背后 火神这种角色 只要是队友跟他 其实基本上团战就是很恶心 他本身的输出 你感觉是不太高 但是他这个持续输出 太过于就是强硬了 这位这对面这个孤狼 开始吃血药想跑 没有这个机会兄弟 我直接开这个加速 然后先把这个炮台拆掉 我这人基本上是没了 但是没有关系 直接冲到对面人嘴里 然后这个对面 这俩人 一个这个天才少年 一个天才少年和一个这个龙 还是比较恶心的 这个有点难受 那怎么说呢 关于重装的选择 其实我个人感觉 如果大家前期 还是不习惯这个重装的玩法 第一个选择还是巨熊 因为巨熊他本身 不但肉而且伤害比较高 他不是属于那种持续伤害 他本身其实是有这种 短时间爆发伤害的 因为他属于类似于 觉得他是枪属于喷子那种类型 就贴脸的伤害非常高 然后本身具有灰解技能 火神这种角色 就是在大家 确定要玩重装 然后练一个比较猛的重装上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比较合适 这地方我直接冲到对面后盘 然后对面一群人 并没有发现我的地方 然后这位置我也是直接 贴脸去击杀对面的一个 这个女的叫什么守护者 我也没玩过 好像也是个重装职业 然后这地方直接回头击杀孤狼 开起大招挡下他所有的伤害 然后不让他去我对手那个位置 然后直接扔一个燃烧袋 然后限制他的走位 直接击杀 这地方就是火神的这个一个 怎么说呢 火神的一个功能性 就大家玩火神 更多的还是要选择玩火神的这个功能性 可能要比本身的这个伤害要 有很大的提升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虽然说失败了 但是我感觉个人还是玩出了一点这个 小小的那么一点意思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守护二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